首先帶您關注武漢肺炎疫情 越來越多的線索表明 中共官方嚴重瞞報感染及死亡人數 湖北多地封城後 當地的物資日漸匱乏 儘管中共官方公布的感染及死亡病例直線上升 但民間卻不斷傳出更多 在官方統計數字之外的感染及死亡案例 凸顯中共對疫情嚴重作假 1月28號 湖北黃岡一名十幾歲的男童 發病不到一天 就在發熱門診去世 趕來的警察卻直接聯繫火葬廠 將男童火化 而醫院連男童是否因肺炎死亡都不予確定 當地人透露 許多感染和死亡病例 根本沒有納入官方的統計之中 更有知情者披露 中共疾控中心通過控制檢測 新型冠狀病毒試劑核的發放數量 來操控感染人數和死亡率 有大陸媒體披露 只有指定醫院才能拿到試劑核 而數量卻不及所需的十分之一 而有資格確診的醫院只收治確診病人 卻不給新病患確診 目前 湖北省已有至少17個城市被封城 各地出現物資匱乏 超市出現斷貨 醫療物資嚴重短缺 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保護 病患也無法獲得良好照護 截至週二 在中國大陸以外 新型冠狀病毒已經蔓延到17個國家和地區 其中斯里蘭卡出現首例感染 加拿大新增兩例 而在德國、日本和臺灣的新增病例中 都出現了從未去過中國的本地患者 僅僅是接觸過從中國來的同事、親屬或遊客就感染發病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人數持續激增 美國白宮已考慮採取更多防護措施 包括限制來往中國的國際航班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